文安你好 欢迎收看价值型投资 我是曾伟 台北股市今天持续的反弹 中场是大涨191点 收在17740点 成交量2973亿元 今天谈是如何分析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永城国际投顾的蔡秦龙分析师 永城国际投票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蔡老师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价值型投资 礼拜台股盘中大跌308点 今天涨了191点 它是不是在震荡 它是不是在整理 这盘你说要扶摇直上 职工万八万九 目前的一个几率不太高 为什么 以今天成交量不到3000亿 而且月线才刚走平而已 所以这个盘当然还有再度的压回 让你上车机会 你请务必把握 整个盘是一个主轴跟架构 美国盘是不是继续的大涨 再创新高 前流股市这两天为什么大涨 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个主要原因 俄乌的一个所谓的谈判得到一个不错的进展 其实我之前就跟你分析过了 俄乌战争大七小嘛 只要中国跟美国不介入 它迟早会和平落幕的 你会印证的 所以当然是俄乌战争开打利空找买点了 上来呢 你就会看到波段的行情跟利润嘛 为什么要跟你分析美国盘 亲爱的朋友 美国股市既深又广 它跟台股这个潜跌性的一个灵动市场 非常高 如果美国盘会再度一个上涨 台股呢 当然也不落人后 看一下亲老师如何追踪美国股市 全球股市老大哥 他盘的一个后市 道琼记得吗 3月11号 利空 乌恶的战争嘛 打下来没有破底第二只脚 双底 开始往上了 没有错吧 当它出现连四红 而且过月线 强啊 太强啊 就一个形态学来讲 双底结构是一个蛮扎实的底部 而且在底部出现四根红黑棒 红三冰就很强了 对不对 底部出现连四红 我说这个盘 涨定了 任何的回档你都要买 你有投资美国股市的 所以呢 在3月24号嘛 一根藏黑打下来 我说当然还没有结束啊 月线已经领先台股哦 早就走平 已经开始在翻扬助长嘛 所以道琼的一个黑黑棒 所带给你是再度低这个机会啊 所以接下来你就看到连四红 什么是讲在前面 让你应征在后面 藏黑告诉你没有结束 接下来连四红又再创破段新高 然后美国科技股呢 当然也是一模一样的走势 过月线之后就看回不回啊 昨天的美国科技股 一样啊 在创破段新高啊 为什么台股这个潜贴性市场 跟美国股市联动系数很高 因为供应链的关系啊 尤其是电子股 台股跟美股 上下游的供应链 它逐出一个非常密切的 关联性 所以为什么要跟你待到美国看 如果美国这个 既深又广的市场 起来是都看得很精准 那台股呢 这个潜贴性市场呢 当然难不倒我啊 事前的分析 事后总是会让你印证 所以呢 下一档下一趟 请好好的跟 这盘还有得涨 有回档要上车 上礼拜五 我怎么预告台股的结构 我说短线会开始震荡着你 因为月线目前下弯 这礼拜会走平 记得我上礼拜五的分析吗 所以接下来等到月线开始翻阳助长 中线就会往上走高 台股会跟着往上创新高 所以这礼拜 要怎么策略 要怎么做动作 礼拜杀了308点嘛 急杀回撤月线就要买 震荡整理盘啊 这是你要秉持的一个动作 好不好 杀到月线急杀进场啊 那今天台股呢 是不是大涨了 191点 给你的看法策略 其实没有改变 月线已经开始在走平了 没有做吧 下礼拜有机会开始翻阳助长 所以这波的盘是只要有回档 越接近月线这个位置 越要大买哦 不是小买哦 如果这个第二只脚的买点 你没有来得跟上 有没有 当时候 当年台股开高走低 高低点280点 你创来等 我等下买了 所以 这个月线已经过了啦 对 那过了之后的回档 测支撑 你当然要站在买帮啊 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这样一个解盘 你还听不懂 跟着盘中讯息一起来动作 包你保平安 又可以得到不错的一个财富 金豪科 三趟五成落袋 161 174 178 是我带你卖的 怎么低档买呢 怎么高档出的 我都有拿出会能扣信 来跟你们对价 保证一定成交 21号178没有卖金豪科的 180 我告诉你们还是要卖 新会员 对 提醒你们要站在卖方 就是因为高点有卖 那第一点 股价变平了 你结尾的账数会变多啊 千老师是会带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不管是178还是180 有买的 礼拜四达到170的啊 我给你预告买点你家 精不精彩 什么是操盘的节奏 什么是规划一档股票的行情 如果你看得懂 一档股票的一个高低点转折 该赚的利润 三成我赚到了吗 该避开的风险 回档修正 风险就会避开嘛 所以为什么178 180告诉你要卖 因为他会打到这边让你买啊 上礼拜四预告完之后 礼拜五来了 按计划接回 没有错吧 事前的规划 股价买点来了 当然要出手啊 你卖到高点了 低档成绩的位置来了 你不敢出手吗 所以我在上礼拜五 金豪科啊 我164就接会了 这时间加倍都给你对过了 我9点07分就告诉我们的全女会员 先挂164等低阶 当时还没到164 经过16分钟 9点23分 来到163.5 有没有 穿价成交 我帮会员盯盘了 我帮会员操刀啊 9点07分先挂着等 来到9点23分 成交了啊 我通知会员 你们一定买得到 因为163.5啊 这不是穿价吗 我们挂164嘛 当天164结尾之后 盘中一度拉高168 大家很高兴 尾盘调到163 会员 应该还蛮肯定我的 因为早盘 你们就已经看到 164来到168嘛 表现还不错嘛 虽然我盘套一块钱 但是欣老师 一样拿出会员口讯 来跟全体的会员 跟观众对时对价 我接位置就在164 没有错啊 那礼拜一呢 台国跌了308点 你在看好戏吗 认为欣老师 这次做错了吗 给你的一个机会 不是只有一次 大盘 这礼拜本来就会震荡整理 回测月线急沙 都早买一点 所以礼拜的金豪科 再给你一次机会 159买 新委员再低接 这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了 保证听成交啊 所以一档股票的价值 在它还没涨上去之前 起好是会先带你 默默的承接 踩低金模式啊 我有带你去追高吗 178 180是我带你买的 164 159是我带你低接的 是不是 礼拜精不精彩啊 159低接的 尾盘拉高165.5啊 昨天平白附近震荡 我说买在低档 不用什么担心啊 昨天金豪科没什么价差 所以我昨天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没有卖 是不是 那今天金豪科呢 全体会员对时对价 9.06分啊 金豪科 趁大盘大涨了 找完台股 急啦 对 涨了快200点 169附近先卖 06分的股价在169.5 会员对时对价 169一定卖得掉 因为当时候我发完抗讯之后 169的买单还有100多张 金豪科介绍的这档股票 量大好进又好出 有没有卖对看收盘 平盘 165 所以不管你是买在164的 或是买在159的 金豪科今天称的大盘急啦 我先卖一趟 卖这一趟 当然是为帮会员赚价差 因为我刚才对盘氏的一个发展 已经跟你讲过了 这盘要马上扶腰直上 除非明天 成功扩增到3000多亿 然后下礼拜持续3000多亿 那就一路往上走高啊 否则 这礼拜 明楼天 应该还有震荡压为低点让你上升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盘你如果看做股票 上市盘你就看不到 很多人是跟你分析大盘的 那怎么操盘 大盘给你是个方向跟车率用 没有错吧 所以盘怎么分析的 我个股的操作 大概是相当的吻合 所以今天金豪科 趁大盘大涨是不是很好卖股票 先卖一趟啊 能赚我一定帮会你尽量创造波段利润 之前金豪科三趟五成 这次赚了几块钱 这叫价差啊 金芯来看一下我怎么低档买的 怎么高档出的 电动车的 明德时代供应链的金芯 3月9号52.6 够低了吧 相对低档的上车位置我带你进场 拉高之后礼拜五回档了 我说买在低档 不用怕震荡 记得吧 涨多了回档你在怕什么 上礼拜五低的啊 不怕 因为我带会买在相对低档嘛 讲完之后这礼拜一 马上大涨拉出钟昌宏 你们看到礼拜一我还告诉新会员 58.5可以再买金芯的 还记得吗 对大盘重做啊 买啊 买了之后呢 昨天礼拜一高低点12% 礼拜一买在这个位置可以赚一根啊 然后礼拜二昨天卖啊 卖在六四啊 这样上去将近三成了 昨天已经跟你对视对价过了嘛 创高我喜欢卖 卖完之后的金芯呢 盘中一度达到61.4啊 有没有卖对 嗯 是不是 那今天金芯呢 最高就来到六四啊 怎么那么刚好 我昨天卖六四的 今天金芯 看到大盘大涨了快两百点 他最高只来到六四 金芯的一个卖点会不会变成他的一个短压 所以呢 高点压会卖股票 不要每次 走高的股票 你胡乱去错那闹 风险你要自我承受啊 所以我常提醒同朋友 不要乱追高的股票 你可以先在场外观赏 当你印证很多档我个股 一定会过 所以为什么74.7要买 买了之后会大涨 然后75.3再买 一买再买 因为会过高嘛 所以我在3月22号再度提醒你 78.7它是会过的 它是会过的 昨天有没有过 昨天有没有过 昨天80块半啊 印证 Bingo 昨天我一再提醒你 不要乱追高我的股票 不要看它 看它好像水水 对吧 创新高的 然后呢 又去错了那吗 该踩刹车的会员对时对价 昨天的台北 1.09分 果然过高 79块半 麦 请问一分钟 股价在79块半 你去对时对价 昨天卖在79块半 收盘 79块1 你在追高吗 我在卖 有没有卖对 有没有卖对 今天剩74.3难 所以我还是提醒同名 谢谢你们的支持 长期锁定我的节目 那我也知道 不管我怎么讲 还是有电视机的观众 会想要去买我的股票 我今天还是要提醒你 不要乱追高我的股票 你买股票玩我一天 卖股票玩我一天 一来一往差两天 你会买乎 你真的会买乎 是不是 昨天台北 我在卖 你要追吗 我在卖 你不是会员你知道吗 你要追 你要追了 今天马上套 大盘今天不是涨了快200点吗 台北为什么跌 今天东减为什么跌 去想想那个问题 去想想那个各种一个道理 这一党创委也是一样 23号 327卖 累计报酬率139%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当天差一点亮灯 掌停板327你敢卖吗 你有没有在这个位置 想去追追看 对不对 感觉很漂亮 不追好像会锁掌停 没有错 你一追会套 我再卖 323那一个创委 卖几块钱 卖327 来到290 差了37块钱 跟不过接 基本面没有改变 差了37块钱 你高点有卖的 你想不想接 亲爱的观众 礼拜五大盘 震荡整理跌 盘中涨10块钱 礼拜一 台股盘中跌了308点 他马上停息4块半 当天除息4块半 尾盘大涨15块钱 有漂亮吗 想不想 礼拜二 昨天怎么提醒你的 昨天最高是323 加上他的一个除息 4块半 327.5 我昨天怎么跟你分析的 你忘记了吗 所以如果你真的忘记了 可以去看一下 星老师的YouTube频道的 昨天的节目带 不管是创委 还是台北 我怎么提醒你的 我说越接近337 跟人家 越接近333.5 我这个卖点嘛 你越应该怎样 站在卖方嘛 记得吗 昨天327.5 差6块钱 追吗 要会卖股票 好不好 今天创委 变跌4块半 台股不是大涨快200点吗 为什么开个小高就下来了 所以一档股票的一个走势 有其既定的观赏 跟判断的理由 我每天在帮会员追踪的是 除了基本面 量价筹码形态 废势系数等等 我每天帮会员追踪 所以如果你到今天为止 台股大涨了200点 你的操作还是如此的不顺利 尤其你是不会卖股票的 来找青尔老师喝咖啡 真的 到现在为止 你都只会每天买股票 就是不晓得如何卖股票的 来找青尔老师 谈谈股票的问题 最近这两个礼拜 每天都有观众 跟青尔老师的助理预约 目前只有一位观众 没有来办公室 等于有点爽约 他姓 那姓是还蛮特殊的 银 那个银 他做艺术的 可能他时间太忙了 青尔老师开大门 张开双手 为什么邀请你来办公室 跟我谈一谈 你的一个股票的规划 如果你不晓得规划 银老师帮你做资金调配 投资主额如何发挥到极致 让你财务一步一步的往上增加 这行情 你看我分析美国盘 你看我分析台股 够不够精准 拔 说到那三岁了 你股票 又找不到人帮你操作的 你来找我 我全盘帮你解决 否则今天的顺德 你又赚不到了 昨天盖牌是哪一档 很多人都猜到了 为什么 因为我在一月初 刚上东森财经台 我就已经公开我的卖点 卖在这个位置 记得吗 一月三号 头发不然你去看一下 YouTube的一个节目带 一月三号 我们公开顺德的卖点 177卖 就卖在这个位置 卖完之后呢 打下来逐出一个底部 昨天礼拜二 我说这边支撑 这就是支撑 就支撑 我说今天如果有压回 要赶快上车 可惜啊 今天没有拉回 没有拉回 那要等下一档了吧 我今天不可能 带新委员去追了 讲白一点是如此 今天顺德一开盘 就涨半根以上 你来得去追吗 你如果昨天 没有跟我买的 你今天怎么买啊 你敢下手吗 是不是 开个半根之后 这阵马上急亮灯 那这边涨领满开的公关 要去抽热闹吗 所以整个顺德的一个架构 昨天是不是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买点 亲爱的同学 有没有一模一样啊 我有时候会盖牌啊 但是至少我有让你们看 完整的阶线 我还跟你讲说 我一月初有卖它 基本面的分析 是不是很透彻 是无中生有吗 是立可贴掀开 然后就是掌停板吗 那种靶性你还在相信吗 所以整个顺德的一个架构 昨天 141.5 我卖177的 这个位置附近 141.5 附近做接回 怎么样 今天呢 跳空涨停了 这个位置也不是买在最低点啊 做股票 需要买最低 卖最高吗 刚好输一啊 买在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转折 整理的末端 昨天是不是最漂亮买点 我问你 昨天的一个顺德啊 你这啊 你这啊 对不对 盖牌原因 就只有一个 保护会员 尊重会人权益 会员那么挺我 我一定给他们最好的操作绩效 好不好 昨天的顺德 有人在分析吗 有人会告诉你 每月一收年车上两位数字的一个顺德吗 顺德做什么的 车用导线架的 它是特斯拉的一个供应链 我之前去年度的12月1月份的基本面分析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全球市战略第一导线架 谁用导线架的 所以今天跳空涨停 恭喜会员 所以接下来一个操作 还有什么股票 刚要发动的 你想不想进场 这档股票 你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109年度赚4块钱 去年度EPS7块钱 今年度预估赚12块钱 每年度的获利 让它的一个股价按捺不住了 今天形态刚突破 筹码又干净 把握任何回档 让你介入的时机 对一些个股的资讯 想进一步了解的 你可以加入尽好是赖A 小号鼠Stoke178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完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 我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价值型投资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长龙海运的一个价值 每次低档 你会看到清老师的一个声音 回档三天 138.5 低阶 涨到167 24% 有没有带你卖 有没有卖在166 当然回档修正 礼拜一的精彩分析 跌到127 差了40块钱 我说不杀低 当年台股盘中中错了308点 我说融资一定会大减 不要盲目地杀在地板 会非常的可惜 结果讲完之后 你继续看一下 礼拜一的教育所资料 是不是大减了2000多张 所以礼拜二谈上去 我希望他有拉回 打第二只脚让你买 所以整个一个长龙 今天再度给你预告 有回档亚会买 这是你再度上车的机会 给你行情的预告 不是见涨 缩涨 间谍 缩跌 行情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你看一下这档中美金 礼拜回测缺口 是不是一个买点 买在175 今天中美金往上垫高 已经来到182了 扎实的功夫所带给你 是稳健的报酬率 所以昨天的顺德 整理末端的买点 没有买的今天就跳空 涨停板了 所以接下来 还有什么个股 来到一个相对低档 刚整理完的这档股票 每年度的EPS大幅度成长 反压刚突破 所以当这档股票 要在这个位置震荡过程 就是你介入的时机 把握在把握 对于双底中多的格局 不晓得如果介入了 欢迎此时此刻 加入青少师的行列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时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换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按所推介分析的 各比有加减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选顺评评估 并且是四部投资风险 选顺套作胜利我们再会